出发的那天,康乐和杜佳看着脸上的落腮糊刮得干干净净的方存生还有些接受不了。 他们快马加鞭地往京城赶的时候,张国本也去了城外的庄子上,他想见慕连想得紧。 落王府的庄子上,慕纯卿正侧躺在梁席上,楼翼在为他吃桃子,一旁的小招铃剑不喂他,急得哇哇叫,结果啪一巴掌,胡楼翼脸上。 小兔崽子,你还不会走就敢打你老子啊?看我怎么竖拾你。 慕纯卿眼皮子都没抬,继续吃桃。 竹子,张国本妇女朝这边来了。 比我想象的来晚了两天,也算沉得住气,却告诉花蝴蝶,她也该去田间地头飞一飞了。 夫人,竹子让您去田间地头飞一飞。 牧连一听就知道来活了。 唉,烦人。 夫人,您干什么去啊? 小孩子家家的,不要瞎打听。 韩山冒出来,默默地跟着,冯美人一看他们这个样子就知道,这是要搞事情。 她好奇地偷偷跟在后面。 韩山感觉到了后面跟着的人了,她手痒痒地又想把冯美人拎到一边去。 但是想了想,她那天哭得那么惨的样子,还是忍住了。 没一会儿,偷偷跟着的人又增加了两个,橘贫和吴雨。 哎呀,二师兄,不让你来你偏来,你那大浪个子,跟棵树似的,谁看不见啊? 我又不能把腿锯了,像你这种小矮子,是不会明白什么叫长得高看得远的。 身高不够,大树来凑,一会儿我上树,你可别跟着我上一棵树啊,我怕你把树压倒了。 美人,你也来看热闹啊。 对啊,这日子过得太无聊了,有热闹,当然得看了。 没一会儿,男只也跟了少了。